我們現在要我出發去潛水囉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 吃完飯之後就跟阿T他們一起去潛水 好安 我安 喔 午安 我們現在在一家餐廳等阿T他們快一點 時候就要去潛水囉 我跟你講 今天的天氣叫 不是要晚睡 因為水下比較好吃 因為天氣這樣沒差是不是 那在水下沒差 我們來了 冰哪鐵毀 啊真的是阿茶 答錯 被要出發了 我們要出發 咳咳 去捡水啦 今天好多風沙 我已經進沙裡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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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了 好多人在弄裝備 放武器的大盒 超多人在弄裝備 來 揮個頭 揮個頭 揮摩一下 我們來到這邊要下去了 躲著沉重的身軀 可以嗎 抓到這裡 离機 你身體 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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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好 不透明 不透明 看不透明 可以 採刺 解鎖 著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死掉了 我的天哪 这个真的好重了 超级重 我的腰快断了 现在潜水应该要先去重训完 才可以来潜水 这个装备真的太重了 再帮我提 谢谢 耶 潜水 你会想到再玩吗 会想到再玩了 是这样好了 今天不要玩了 好累 你觉得今天潜水好玩吗 好玩啊 你才是第一次 我觉得我刚下去的时候超紧张的 因为我很怕我忘记 然后因为下去到海里面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你是用嘴巴呼吸 跟嘴巴吐气 可是因为我们在陆地上 已经习惯用鼻子去呼吸跟吐气 所以在海里的时候我就会 要特别去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就会很容易忘记 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我就会用鼻子吐气 然后我的面罩就 里面有气就跑出来 那就赶紧暗住 所以一开始下去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都中间之后就觉得还好 就觉得蛮舒服的 其实就没什么好紧张 就算犯错也没关系啦 重点就是不要太... 就是怕自己犯错的时候溺水啊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啦 很恐怖耶 不要太紧张 所以西没看到章鱼跟那个海蛇 是啊 他们说章鱼一直变色很酷 他们说有看到章鱼跟海蛇 他们去了比较深的地方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再多去捡几次 就来绿岛吗 那我们可以去墾丁 绿岛有点太远了 等我们变厉害了一点 之后再来外岛 而且我真的觉得潜水 真的要先去训练一下体力重训耶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水中运动 都要练习一下力气 它那个装备真的超重的耶 我在岸上走的时候觉得自己快死掉了 肩膀超痛的 可是其实只有岸前要背重回下去 你船潜就是船开出去 你是这样就是冲船这样 这样下去 他们说是跳下去的耶 我之前是直接背撕下去 就是他们说那个比较不会这么累 因为这个你还要背着装备走到岸边 然后还要在那边冲蛙 还要穿蛙鞋 你要在海上面穿蛙鞋 但是刚刚是那个教练帮我穿的 所以我没有自己穿到 然后我们就下去 然后后来他也在水中帮我把蛙鞋脱了 还蛮好玩的啦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只氧气瓶 就在绿岛 就在绿岛结束了 然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帛琉玩 我希望我们下一次可以去帛琉潜水 因为帛琉那边光浮潜就超漂亮 一堆雨然后有超大的贝壳 然后你还看得到海里面的那个海的那个悬崖 它那边有一个大断崖 然后我们浮潜就看到那个大断崖 然后就看到大断崖下面就有人在那边潜水 我朋友亮了 对了 而且你们知道在海里面 在潜水的时候你们不可以比这个吗 因为在潜水里面这个不是赞的意思 这个是跟教练说你要上岸了 你想要上去水平面了 你不想要浮潜了 你就会比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往下浅的意思 所以我那时候刚刚在浮潜水的时候 我一直不小心比这个 因为我平常太习惯每天都会比这个赞 我都会比这个 然后我刚刚就一直忘记 在水里面如果你要比这样的话你要比这样 6666 就是很6的意思 很棒的意思 所以刚刚一直比之后就很好笑 这个好像是笑味 然后我们刚刚潜水的时候 只要潜一点点深度 你就会感觉你的耳膜被挤压 然后你就要赶快要 这样子把你的耳膜解放 就一直不断的做这个动作 一直不断的做这个动作 不然你到处的耳朵就会很痛 其实我觉得这就跟那个 坐飞机的那个感觉很像 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 上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你耳朵也会开始有压力 然后就开始耳朵感觉被挤压 然后就赶快做这个动作 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然后有一次我就 不知道要做这个动作 我也不知道要释放耳内的那个压力 耳朵就超痛的 好像是这一支吧 整个里面就刺痛到不行这样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都不知道 后来长大都才知道 原来耳朵不舒服的时候 就要让它释放压力 就是要压住你的鼻子 然后用鼻子吐气 你就会感觉你的耳膜这样 被撑开的感觉 刚刚你做了很多次 下次再去挑战 别的地方的甜水 听 绿岛最热闹的大街 晚上就很多吃的 然后我们刚要吃的这家 非巧不可 他现在要等很久 他说八点以前如果没有叫 没有打给我们的话 就是没有为止 然后我们前面还有五组客人在后卫 我们现在已经饿到不行了 我们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吃那家 还是吃别的 没有日本料理店 很可爱的日本料理店 这一家就是我们想吃的 吃不到 还是要吃这个 我们只能试试看了 因为我们真的太饿了 请问你有位置吗 我们家没有位置 谢谢 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好悲惨啊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办 我们之后决定来吃一家罗师傅 因为太饿了 超大盘的土拖鱼 不是啊 超大盘的土拖鱼快 吃不完了 吃不完了 太饿了 走 安 我们要回家咯 今天是在绿岛的最后一天 我们等一下要搭两点多的船 坐回去台东 然后再搭五点多的火车 坐回到台北 到台北应该也都九点多了吧 结束了我们的绿岛之旅 希望我们今天坐船会很顺利 因为刚刚听 昨天听小政说 明天的风会很大 然后所以有可能坐船会超级 没关系 因为没关系 但就希望不要停船就好了 我现在赶快回台北 虽然很喜欢绿岛 但是很想有点想加了 好 准备出发 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现在刚还完机车 要从还机车的地方走到港口了 我们等一下搭船的地方就在这里 嗨 好玩吗这次 好玩啊 我本来就很喜欢来海岛了 下次学完自学 我们就可以去自学 好 但是希望我们下次来天气会很好 下次来天气都不太好 台北见 我们现在已经在排队了 排队的人超多的 全部都是要搭船的 开到好后面 希望我们可以抢到后面的 船后面的位置 比较不会晕 然后希望底下的风浪不要太大 请问你怎么了 肚子好痛喔 是不是怀孕了 蛤 我刚拉肚子了 现在船上去好痛很想有吐 然后坐那个船 就这样一直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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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左右左右晃 很惨欸 有想吐的时候上去坐船 还好我本身就不会晕船 所以还好 还好你要挂 肚子很痛 你还一直弄 会不会是中了新冠肺炎吗 现在是敏感时机 不能乱讲话 那还有那个台铁不让你到 终于经理了解心万苦 我们终于要上 肥神的四强号了 我们要回城了 为什么要播音 我们要回城了 谁遵律重录了 我们这是one take好不好 这是live现场直播了 播音就在把播音点语 那我们就回台北啰 Bye 我们回家了 耶